亲手亲自在的口纤花包 放在我们李生的头上 家长将亲手做的花冠 戴在李生头上 象征加冕智慧 紧接着帮李生背起背包 代表成年后 因坚负起对自己及社会的责任 这是内部曲工所成年礼活动 依循古礼家冠仪式 再透过亲子共同手作花艺等创意活动 希望在这个值得敬念的日子里 给李生与家长满满的祝福 现在的家长也都很重视 小孩子每个成长过程的一些经历 所以他们对成年礼也非常的重视 我们今年大部分就是给小朋友自己做手作 那跟家长一起合作 做一些手作的课程 让他们从这个手作的过程之中 培养更亲密的一个情感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内湖成年礼活动一推出 报名及秒杀 家长期盼给迈入成年的子女 一个开心的回忆 对于一生只有一次的成年礼活动 礼生们也觉得很有意义 比如说带小朋友做一个成年的一个见证 那他们两个刚好也是双胞胎 那今天也是同时考上大学 所以我想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会是很好的一个记忆 好玩 很难得 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人生只有一次 对 那今天这样粉的粉体感受下来 都觉得安排的还不错 在李生完成拥抱感恩礼后 家长们也将精心准备的传承礼 送给李生 其中有家长将自己学生时期 读的诗书送给女儿 希望透过古人的智慧 帮子女指引人生的方向 收到书本的女儿也开玩笑的说 这个礼有点重 那古人的智慧这是我们现代人 万万不能跟得上的 所以我想千言万语就透过这个诗书 来教导他人生路上 未来做人处事 应该怎么应用 让他自己去从中学习 就感觉很有意义 可是感觉有点太重了 不是说情感太重 还是说书太重 书太重 除了新著名朋友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外 市议员王孝伟吴市政等人 也出席成年礼活动 更以人生金句 勉励李生们积极开创自己的人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 华丽的相对性 绝对不能做 这样思考 这个有没有现行的华丽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 社会的方法 社会的方法 好莫好 第三件事情 良心过得起 如果这三件事情 你都思考过了 我想 你在人生的理事上 能够通行无足 一定要把握时间 想利用时间 做很多的事 因为你们跟黄仁勋 现在最有黑暗道路 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跟他一样 因为他一天24小时 你一天也是24小时 可以想想看24小时 事实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要有胸襟 要有气度 因为成年人的 以后的钱捡非常的严大 那我常讲 你的心胸大 任何事都是小事 如果你的心胸小 任何事都是大事 你做人的做事的方式 就会不一样 成年礼仪式结束后 内湖区公所还特别安排电竞比赛 由李生与家长组队打网球 亲子携手争取胜利过程 温馨有趣 内湖区公所方面期盼 透过这项活动 祝福青少年朋友允闻允武 未来在各个领域都能发挥创意 展现热情与活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